电视剧庆余年正在火热播出中 该部剧讲的是一个病到要死的青年人 在古代的庆国重生 在还是婴孩的时候 就有一个成年人思想和智慧 修炼了眼睛蒙着黑布的高手 武竹给的一本武功秘籍 剧中武竹一直守护在范贤的身边 好像他的世界就只剩下保护好范贤 不过范贤经常会提问 有关于他娘亲夜亲美的事 而武竹都是回答说忘记了 而且武竹的容颜一直不会老 因为他是机器人嘛 咱知道他 不少人可能在看剧的过程中都有些好奇 当年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 范贤父亲是沁帝 那母亲夜亲美是怎么死的 沁帝这个隐藏在幕后的大大佬 以前都做过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最清楚就是夜亲美的天生护卫武竹了 可以说武竹是知道沁帝的很多黑历史的 之后武竹在神廟恢复了许多记忆 于是他把沁帝曾经做过的坏事 都给范贤说了一遍 设计将他的妻子 刚生完范贤的母亲杀害 为了登上皇位层利用夜亲美 有关于这个最终的阴谋家 还有很多黑历史你们还知道多少 欢迎留言